日本东京奥运会终于在7月下旬如期召开了 从历史上看啊 虽然现代奥运区克运动会曾经多次被中断 但是因为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卫生事件而推迟一年 这是第一次 倔强的日本人呢 还是使用了东京2020这样的标志 似乎这届奥运会还没有被延迟 说实话 日本人确实算是挺点背的 因为放眼全球啊 日本虽然疫情挺严重的 但绝对不是最严重的 美国也好 西欧各国也好 南美也好 南亚也好 许许多多数不尽的国家 那个确诊病例排在日本前面 说实话 如果当年2020年被选中的不是东京 而是别的城市 恐怕这个奥运会将办得更加拉垮 今天虽然很多中国人 还是愿意坐在电视机前 看着我们的体育 见而是如何斩金夺银的 但是很显然 奥运在我们心目中的分量 早就大不如前了 以往的节目我们也跟大家分析过 这是因为在经济上 在心态上 我们已经变得比以往更加成熟了 回看上世纪80年代 我们刚刚开始改革开放 囊中羞涩呀 我们感觉到似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比我们发达 挣的工资都比我们多 所以我们急需寻找自信心和自尊心 而这个时候体育应运而成 虽然我们经济上还很落后 但是我们1984年能取得一块金牌 虽然我们每个人挣的不多 但是我们女牌能拿到五连万 每一次体育健而在国际赛场上的夺金 都像给我们打了一针兴奋剂一样 所以在那些年 奥运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讲 真是非常重大的事 相信今天还有很多人能回忆起 1993年的某个夜晚 在那一天我们以两票之差输给了悉尼 没能拿到2000年的奥运会举办权 也相信有很多人记得2001年的那个夜晚 在那一天全国各地很多城市的人们走上街头欢呼 我们终于取得了2008年的奥运主办权 而自从2008年我们举办了一届 无与伦比的奥运会之后 也自从我们的经济攀上全球第二的高峰之后 很多中国人的心态相对平和了 我们可以相对自在的欣赏其体育比赛来了 胜故欣然败一喜 当然与此同时 我们也发现奥运的分量算是越来越轻了 我周边就有很多人甚至忘了 今年的奥运开幕式是哪一天 也没有准时准点的坐在电视机旁边观看 甚至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 谈起奥运顶天的就去看一看 金牌榜我们获得了多少金牌 这一届有没有可能战胜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能够压美国一头 当然好 我们无比开心 但是就算在有的夺金项目上 我们没有能够拿到金牌 我们也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 可以说全国人对于奥运的关注度都在下降 当然全世界范围内也这样 毕竟过去两年这个疫情已经打乱了很多人的生活节奏 让我们觉得生命中原有比奥运重要的多的多的事 所以这也体现在了申办奥运这个事情上 倒退几十年一提起申办奥运 几乎每个人都摩拳插掌啊 恨不能自己也能投上一票 让中国的城市获得奥运主办权 而今天就在不久之前 就有很多媒体在探讨中国的城市要不要再搞一届奥运会 有的媒体推上海去竞争2032 还有的媒体说干脆穿鱼合作去举办2032年的奥运会 但是这些讨论之声很快被淹没掉了 没有形成什么大的风浪 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并不觉得今天我们去办一届奥运会 就能让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再次展露头角 说实话我们已经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角了 我们天天享受着美光灯的照耀 跟几十年前不同 我们已经从边缘来到了中央 所以我们似乎没有必要非要再搞一届奥运会 来让自己增光天才了 而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说 搞一届奥运会有点太费钱了 虽然说中国经济已经非常强大了 但是我们要不要再搞一届夏季奥运会呢 我们能从奥运会中赚取到什么 或者说我们会不会因为办奥运会而亏本呢 相对而言 现在办不办奥运会已经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 而不是政治上的问题了 而就在我们热烈讨论之时 突然就在一个多礼拜之前吧 消息传来2032年的奥运会举办城市定了 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城市布里斯班 这大大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啊 怎么这次定奥运举办城市如此的无声无息呢 按照以往的惯例啊 国际奥委会大概会提前七年决定奥运的主办城市 1993年决定的2000年 2001年决定的2008年 所以按正常时间推算啊 2032年的奥运会 那得是四年之后的2025年才能决定啊 而且怎么这次决定的如此悄无声息啊 以往选出一个奥运主办城市 那是多么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了 全球范围之内 有很多国家很多城市提出申请 国际奥委会呢 会先排个序 决定有五家还是六家城市进入临选范围之内 然后国际奥委会会派出相关的专家委员 逐一的到每一个城市进行考察 看看你这个老百姓知不知耻 看看你这个城市的硬件情况如何 看看你这个城市经济发展怎样 能不能够支撑起一届奥运会 这个考察期就很长啊 每个城市那都是养足了精神 做好万全准备迎接国际奥委会专家的考察 最终在国际奥委会执委开大会的时候 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的代表团上台演讲 告诉大家我们为这些奥运会都准备了怎样 甚至有的时候所在国的国家领导人 还要出来表示整个国家对于申办奥运的支持 然后公开投票啊 几十个奥委会的职委一人一票 来投他心目中认可的申办城市 如果第一轮没有一个城市获得半数以上 还会有第二轮第三轮的投票 整个投票过程中是非常精彩刺激的 最终哪个城市如果获得了奥运的举办权 所在代表团的人会喜极而弃的 整个国家的老百姓会欢呼雀跃的 说实话 以往决定奥运主办城市那个整个开票选举过程啊 其惊心动魄的感觉远超美国总统选举开票啊 因为美国总统选举嘛 那顶天是决定一个人的成败 而奥运城市的选择 那真是决定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呀 然而这一次事情来的太突然 悄无声息的澳大利亚这个城市就获得了2032年的奥运举办权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从2019年开始 国际奥委会更改了奥运城市的选拔过程 根据国际奥委会的选拔方案啊 以后再决定哪个城市来举办奥运啊 不搞这种多城市的竞争了 也不搞这个最后时刻的开票了 首先国际上那些想申办奥运的城市呢 你可以跟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 然后国际奥委会在多方接洽之后 会派相应的小组跟这个国家的代表商谈 也可能会到实地考察一番 但是不像以前那样要做大规模的临选了 而最终呢将由这个审查小组 向国际奥委会的职委们提交一个 他们认可的首选城市 这个小组的权力可就大了 考察小组要把每个城市都考察完毕 然后所有城市的情况提交给职委们进行投票选举 现在不是这样了 现在等于搞了一场等额选举 这个小组在考察多个城市之后呢 认定某个城市符合他们的要求 被列为首选城市 然后国际奥委会投票的时候 只针对这个城市投票 你的投票只是赞同它 还是反对它或者弃权 而不是选别的城市 这样一切的戏剧性和紧张氛围就没有了 因为没有那么多城市竞争啊 实际上早在今年2月份 相关的小组就已经认定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是他们的首选城市了 所以到前几天国际奥委会投票的时候 只有区区几票反对 大比数通过 布里斯班获得了2032年的奥运举办权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两个方面的原因啊 一方面 以往那个一人一票啊 有非常多的贪腐行为 到今天 东京奥运会和里约奥运会的丑闻还没处理完呢 经常有传言说某某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或者非洲某国家的职委 收了某某国家一两百万美元的贿赂 然后把票投给了这个国家的城市 越来越多的丑闻啊 让国际奥委会坐不住了 感觉到以往那种投票方式赋予了职委们太大的权力 一张票就值几百万美元啊 所以干脆把这个权力收上来 未来大多数职委只能投票同意或者反对 而没有权力去选择其他城市 而另一方面 国际奥委会也深感 这些年来 奥运会在世界人民心中热度也在下降 有很多国家老百姓啊 强烈的反对办奥运 他们觉得办一场奥运 劳民伤财花很多钱 尤其是所在城市 这是几年不得消停啊 基础设施要建设 交通线路要建设 整个城市会面目一飞的 而对于西方很多国家来说啊 还有这个后奥运综合账 就是说哪个城市举办奥运之后 会迎来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期 希腊雅典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国际奥委会深感啊 未来这个奥运会恐怕都有可能推销不出去了 当然国际奥委会也多次跟中国的多个城市表达意向 他们知道如果中国的哪个城市接过来申办这个大旗 那一定会再贡献一个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然而很多中国城市也不接招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盘算再办一届夏季奥运会到底是绿多还是必多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前两年国际奥委会等于下了双黄蛋 一次投票就把2024和2028两届奥运会的主办权定了下来 2024定在巴黎 2028定在洛杉矶 而这一次又把2032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国际奥委会可能也有这样的考虑 毕竟这些国家以往有过举办奥运的经验 基础设施相对比较完善 所在国家呢也都是经济发达的国家 在这些国家举办奥运会呢 相对而言比去一些新兴国家能安全的多 尤其是这个疫情的影响还不知道要多长时间 如果真在某个新兴国家举办奥运会 而他又应对不及的话 那对国际奥委会来讲绝对是个灾难 这一次日本本来就已经打退堂鼓了 后来在国际奥委会的强逼之下 日本政府也觉得如果就是不办了损失更大 所以才硬着头皮上的 所以国际奥委会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奥运会在面临全球热度大减的情况之下 未来可能有很多城市都不想去申办了 那么是不是好歹能让他把这个奥运推销出去呢 而从另一个层面上讲 您觉得2036也好 2040也好 我国的城市应当去申办奥运吗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